欢迎收看关我什么事 我是主持人许竹心 今天邀请到警政署资讯室主任林建龙 近年来网络科技快速发展 为我们带来相当便利的生活 却导致传统犯罪 转行为科技犯罪 网络攻击金融诈骗 虚拟货币洗钱等案件层出不穷 面对新形态犯罪趋势 警政人员该如何突破资通和情资面的正常困境 而为了维护资讯安全 金融产业也正加紧脚步从各界吸纳人才 其中更不乏高阶资案警官 而面对警戒人员出走巢 林建龙说出心里话 更独家透露警政署下一步规划 更多吸纳提问 关我什么事通通说给你听 科技犯罪手法日新月异 而这几年治安事件以及骇客的攻击案件数 持续的居高不下 那么想请教主任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目前最新的科技犯罪趋势 我想科技犯罪之所以会变得严重 跟骇客其实有很大的关键因素 因为骇客其实在这几年他们有做一些转型 以前骇客他可能是单纯为了要炫耀技术 所以他可能入侵网站他会留下一些标记或者是标注 来凸显他自己的能力 可是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骇客经济盛行 也就是说骇客可以从资安事件里面获得利益 比如说他窃取个资之后 跟犯罪集团跟诈骗集团结合 他把这些资料卖给诈骗集团 让诈骗集团去施行诈骗 再来我们看这几年很多加密勒索的案件 骇客窃取这些企业的商业机密 借以来勒索他们 我想现在骇客的事件其实不是只有资安事件 它还是社会治安的问题 除此之外 骇客如果入侵国家政府组织的重要措施 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 这样可能也会造成国安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数位化跟网络化程度 加剧了科技犯罪的严重性 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没有使用这么多网络服务 现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政府的服务 甚至我们的很多这些管理措施都上网了 都数位化了 所以在数位化转型的过程 当中骇客也看到了这样子的经济商议 所以只要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使用到的网络 比如说我们上网购物 这些资料可能会被窃取 那随着数位化程度越高 代表骇客可以入侵的地方就越多 那我想万物接连网代表万物接可害 但是也可以看到说因为这些使用数位轨迹的时候都会留下一些激震 所以警方其实在科技办案上面也有很多的突破 比如说2016年的第一银行到领案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台湾警方可以将三名车手逮捕 而后续我们又在车手的手机当中见识 找到了一个关键的市政 因为其中一名车手跟海外的一名共犯 他们在联络怎么样把提领出来的7000多万换成比特币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情资 就把这样的情资交给欧洲刑警组织以及西班牙警方 最后这名俄罗斯的主嫌丹尼斯就在西班牙落网 所以我想科技的进步 警方其实同样也有进步 那我们也可以从很多数位机证当中找到一些犯罪的重要事证 我再举个例子 像馆长枪击案当初的车手他枪击之后呢 他立刻到派出所去投案 手机当时是解锁了 我们也利用手机见识的技术跟设备破解了他的手机 其中就发现了一些关键事证 譬如说他在7月2日加入健身房之前 他就把一位律师的电话加入他的通讯录 然后后续跟健身房有了纠纷 而后续才具有枪击案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他要在加入健身房之前 就加入这个律师当成他的联络人 而且案发后他没有打任何一通电话 他就是拼命地打给这个律师 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加入律师当成他的联络人 跟后面的枪击案其实是有关联 所以也就代表说他是预谋犯案 而且背后可能还有人阻止 那我们也将这样子的手机健身资料呢 交给专案小组去做后续的侦办 想请教主任 个人企业还有政府机关 要如何来强化治安疑似 做好防护工作 来避免机密资料的外泄呢 我想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对于企业跟政府机关来讲呢 我刚才前面提到駭客经济 所以我们应该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駭客经济跟资安成本效益 今天投入资安他是没有办法获益的 可是如果你不投入资安去做防护 那么就有可能当駭客入侵的时候 他所造成的损失是远大于 你要投入的资安成本 所以企业跟政府机关 都应该要投入一定比例的资安 来做好防护工作 那对于个人来说 我想提倡一个观念 就是防疫跟防害 我们可以知道这几年 我们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那每个人都知道有防疫的概念 大家知道说要戴口罩勤洗手 但是在防害上面呢 却不是全民有这样的意思 大家不知道说你下载了一个程式 上了一个钓鱼网站 它里面可能就暗藏了恶意程式 所以我觉得个人呢 你应该要有防害的概念 而且要当成你的防疫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好防害 有可能不只影响到你个人 也有可能影响到你公司的 企业的 政府机关的各项系统跟网络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要特别提醒民众 因为现在各自外泄的事件非常多 所以我们很多个人资料 可能都已经外泄了 所以当你接到电话 你收到email 对方可能假冒客服人员 金融机构 甚至是检警人员 来施行诈骗的时候 你就要有意思 因为他所说的这些资料 并不一定代表 他是金融机构或者是检警 有可能他是从其他地方 窃取到你的个人资料 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应该要全民都要有 这样子的防疫跟防害 一样重要的意思 警政署这边要如何的来提升 警方的科技侦查能力 那么对于资安科技人才的培养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常常在讲 就是这几年来 似乎坏人用科技用得比好人还要好 所以警政署也特别重视科技侦查 以往在科技侦查 我们可能专注在科技侦查 队的人员 也就是只有少部分具有技术背景的人 他们会科技侦查技术 可是这几年来我们发现 这样子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派出所远警受理报案的时候 民众可能跟他讲 他被虚拟货币诈骗 那远警受理的时候 如果不懂得虚拟货币是什么 不懂得电子商务是什么 不懂电子支付是什么 那我们该怎么样受理报案 怎么样做后续的侦查呢 所以这几年警政署在推动一个观念 就是科技侦查的通事化 我们觉得所有的警察 应该都要了解科技侦查 而且分不同程度 像我们规划了四个阶段 譬如说我们分成基础 初阶 中阶 跟高阶 那派出所远警 他可能需要基础的知识 而我们所有的刑事人员 就需要有一些 初阶的科技侦查能量 至于中阶呢 可能是我们的科技侦查队 或是刑事局的针灸队 他们要有侦办像是骇客入侵 或者是新兴科技犯罪 这样子的技术能力 另外呢 高阶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可以透过取得一些国际认证 以及跟国际接轨 希望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科技侦查知识 我们也把科程分成六个面向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这样子的科技侦查 教育训练蓝图规划出来 譬如说六大面向包含了网络资安 第二个是数位见识 第三个是现场收证 第四则是通讯监查 另外第五是我们警用系统的应用 最后呢 第六是资料分析 因为学习的所有这些知识 最终我们希望透过资料分析的方式 产出对于侦查有用的请知 那这就是我们在科技侦查推动的一个策略跟方式 另外呢 我们在资安这方面 我们的资安建设实验室 也在2021年的时候 通过了Windows 2亿程式的解析的认证 这是全球第一个获得这样子的ISO认证 那我想这就是展现了台湾警察在科技侦查 数位见识以及资安建设非常有能量 以及非常有技术的一个展现 近年来警界有不少的资安人才 并民间企业挖角 那么也听说曾经有金融机构 开出年薪超过500万的条件 邀请您去担任资安长 那是什么原因 让您决定留下来 另外 警界的这个资安人才 频频出走 警政署要如何来留住人才呢 我觉得我想要留下来 就代表说我目前到现在 我都还很喜欢警察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在警察工作 可以获得很多的成就感 我觉得是刑事局跟警政署培养我 然后让我有这样子的技术背景 从我当了刑事局的科技犯罪防治中心的主任 跟警政署的资讯主任 我觉得我有责任在把我们 新一辈的这些刑事人员 科技侦查人员以及资讯人员 能够让他们学习到更好的技术 然后对于我们的治安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那另外就是面对这个技术人员的出走 其实我想警察这些技术人员会被挖角 代表他们很优秀 代表警察在资讯资安以及科技这方面的培养 其实是很够的 而且是很专精的 不然怎么会吸引到企业来挖角这些人 那这些被挖角的人很多都是 曾经是我的长官同事或者是同学 那我觉得他们去业界发展也有很好的正面 因为他们也是协助企业来做好治安 怎么样来面对警察的资讯资安人员的流失 我觉得不是只有被企业挖角 去年数位部成立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警察资讯跟资安人员 被挖角到数位部去 那所以当然造成警察的这些技术人才流失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面向来思考 第一个就是对于资讯资安这些技术人员 他们的升迁管道还有职业来规划 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方向 譬如说我们资讯人员能不能有升迁的管道 那我们资讯跟科技侦查是不是能够互相交流 那这部分其实警政署都已经有着手在规划 第二个就是薪资加急 那政府机关当然我们的薪资待遇跟企业是有差别的 那我们想要有这么高的薪水似乎是不是这么容易 可是应该可以透过一些专业加急 比如说有资安加急 国防部中电军他们就有这样子的加急设计 对于警察从事资讯资安以及科技侦查这些技术人员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设计这些专业的加急制度 不过我觉得这可能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的政府的相关单位或者是考试院 如果可以再更重视一些我们这些 我觉得很多人是对于工作是有热忱有抱负的 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些吸引力 让这些优秀的人才愿意留在警察工作领域继续打拼 感谢您收看本集的关我什么事 我们将持续邀请部会首长 县市首长还有话题政治人物 来和我们聊聊从政大小事 如果您有特别喜欢的政治人物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关我什么事我们下次再会